好了,我們繼續回來聖經徵讀 我們講的就是認識中東 上一節我們就講到反猶太主義 其實這一名詞 雖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同屬史密德人 但是阿拉伯人也很討厭猶太人 所以我們繼續講下去 石安主義 支持或者認同於以色列地帶重建猶太家園的行為 就是石安主義 而根據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教義 其實以色列地是猶太人的英許之地 接著就到巴勒斯坦地區 巴勒斯坦的詞源就是希伯來語對古代非利士人的稱呼 子就是從海上入侵加南地的民族 就是在公元70年 當時就是耶路撒冷被摧毀 其實就是羅馬帝國的皇帝哈德良 然後就去到羅馬的時期 公元129年至130年 當時的耶路撒冷就是建造的羅馬人的殖民地 而後來就改名做愛尼亞加比多年 而猶太人也禁止進入這座城市裡 並且自此流散於世界各地 而去到公元135年 羅馬帝國就在鎮壓猶太人起義之後 就把猶太省的名字就改為巴勒斯坦 所以就用這個字來消除對猶太人的記憶 這個巴勒斯坦地區就是以前的以色列的帝國 這個範圍就在公元602年至628年的東羅馬 直到沙山戰爭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波斯的撒山王朝就在公元613年 就攻佔了整個巴勒斯坦地區 以及埃及拉 敘利亞 隨後東羅馬反擊重新收復 剛巧阿拉伯人也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後 就開始向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地區 大區大舉就是擴張的 去到公元638年 阿拉伯帝國穆斯林的軍隊就佔領了耶路撒冷 並且順便消滅了波斯帝國 以及重創了東羅馬帝國 軍事坦丁堡當局也自此 永久失去對巴勒斯坦地區的控制了 所以從這裡開始 巴勒斯坦地區完全歸入阿拉伯帝國 也是伊斯蘭教化的時代就開始了 去到6891年 他們就在聖殿山上建造了圓頂的清真寺 隨後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 也開始向巴勒斯坦地區大規模移民 同時開始有部分當地居民加入了伊斯蘭教 一直直到1516年的鄂圖曼帝國 就是征服了埃及的馬木劉克 由1516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 其實巴勒斯坦就是屬於鄂圖曼帝國的一部分 俄圖曼帝國是一個伊斯蘭教的國家 你可以說是一個土耳其的帝國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這個俄圖曼帝國就完全崩潰 之後就由英國所佔領巴勒斯坦地 所以來到1920年 巴勒斯坦就正式成為英國的保護地區 到1923年的5月26日 就在巴勒斯坦的東部 約旦皇國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巴勒斯坦再次提上議程 到1947年 就在聯合國建議在這裡分建一個猶太的國家 和一個阿拉伯的國家 而去到1948年的5月14日 以色列國就正式成立 正因為這樣也都導致到整個巴勒斯坦地的戰爭爆發了 很多人也都把這個日期看作是未完成的巴勒斯坦獨立日 然後我們就看這一段的歷史 巴勒斯坦地和以色列的區域如何被演練出來 這一場的戰爭就是叫做中東戰爭的 就是自從1948年至1980年的 就是在20世紀的中期 以色列立國之後 和埃及、敘利亞等等 周圍阿拉伯的國家 所進行的5次大規模的戰爭 衝突到現在都尚未平息 是可以的 好了 那麼今節呢 我們先講到這裡 因為接下來呢 那一節呢 就會全部都會講呢 這個中東戰爭的 那麼今節呢 就講到這裡先 稍後回來呢 我們繼續講下去